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地面上的一些材质 铺地的材质 好,我们重新选择一下,把材质打散 孤立显示 铺地材质呢,我们就在固有色后面去找一张地砖的贴图 好,我们添加这样一个地砖的贴图 显示贴图 那在顶视图上呢,我们给这个铺地材质 一个优位坐标 好,我们假设 这一块铺地的 比例是 1米乘1米 好,貌似我们觉得这个铺地的比例有一些小了 我们可以把它加大一倍 铺地的贴图,我们就已经附好了 之后呢,我们返回来 再给这个铺地的材质一些高光和光泽度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贴图的最下方输出里面将贴图的明度降低 返回 返回 在贴图的通道上面 将固有色贴图 关联到凹凸上面 凹凸的强度 50 好,这样一个铺地的这个材质就做好了 我们还是把 调节锅的材质隐藏 我们看石墙面 好,我们发现石墙面呢 是在这个室内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看不到的材质呢 我们可以暂时把它隐藏 选择物体 隐藏 室内内墙 隐藏 好,还有一些材质 我们把它吸出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材质 长玻璃 单独显示 那么这个竖像的这个结构呢 就是长玻璃 长玻璃 它表面 透明程度 比较低 好,我们把它改成一个灰色 反射 比较弱一些 我们给一个微锐贴图 给了反射之后呢 那么这个玻璃就曝光了 我们给它一个比较弱的反射效果 长玻璃我们调节好了之后 还是把材质隐藏 好,我们看到 剩下的这些材质 有很多都是玻璃里面 也就是室内的一些材质了 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调节它 我们看上方 拾取 有一个木质的材质 它名称是木头 那我们就在固有色的贴图后面 添加一张木纹的贴图 bitmap 我们找到木纹的贴图 我们找到木纹的贴图 好,我们添加这样的几张贴图 打开 显示 我们给贴图一个优微的坐标 给成box的类型 好,纹粒有点大 我们改成0.5 好,纹粒有点大 我们可以让它旋转90度 好,木纹的材质呢 我们知道它还会设计到一些凹凸 我们把贵有色贴图 还是关联到凹凸上面 给一个 50的一个强度 我们观察这张材质 好,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高光 开启 高光的范围 很大一些 好,木纹的材质呢 我们就已经调节好了 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材质进行隐藏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基本的材质 建筑上面 地面 也就是所谓的建筑的楼板材质 那么楼板材质呢 我们在固有色贴图后面添加一张微图 显示贴图 好,那么它之前已经给过了座标 我们截取中间的这一块 假设 那么这一块砖的比例是500乘以500的话 那么这个 两排的话就是1000乘1000 我们把这个应用勾上 并且将后面的UV坐标 改成1米 好,这样就比较接近于真实的一个比例了 由于它在建筑的内侧 所以说我们可以不需要给它凹凸 给了凹凸效果呢 也并不是特别明显 给了凹凸效果呢 也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把它隐藏 建筑上的材质 我们已经基本上调节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路面的材质 我们吸取到这个路面材质以后 名称显示的是地面湿漏漏 也就是说我们想表现一种地面湿滑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种效果呢 我们最好是用Vray材质去表现 在标准材质的类型上面去切换VrayMotel材质 切换进来之后我们发现名称是并没有改变的 只是我们进入了Vray材质的面板 那么我们可以在固有色的后方去添加马路的贴图 我们选择一个马路的纹理 好我们添加这张进来 添加进来之后 显示 并没有显示出它的纹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并没有给它的UV坐标 给了UV坐标之后 显示了材质本身 我们将下方的这个UV 坐标数值调节 当我们把数值调节到5米的时候 那么我们观察这张贴图的重复率依然很高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位图的面板下面 对它的UV也进行一个调节 那么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铺次数 我们在这里减小 好大家看 这样马路贴图就已经富裕上了 而且它本身的这个马路材质并不是特别均匀的 返回 我们再看 在反射里面应该怎样去添加 我们把材质放大 背景 透明显示 我们知道 物体的反射是通过黑白来控制的 那么在反射后面我们添加一张贴图 这张贴图呢 我选择一个 灰白的贴图 打开 打开 大家看 当我把这张贴图贴上以后 整个的 材质的表面反射是比较强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观察 这个反射后面的贴图 这张贴图 白色的部分 其实反射是很强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反射原理 越接近白色 反射越强 纯白色 也就接近于一个镜面的一个反射 那么它可以表现这种水的反射比较强的一个效果 那么灰色的部分呢 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射 这样一个斑驳的贴图 那么添加在马路上就有这个斑驳反射的一个效果 反回来 我们将 反射的贴图 拖拽到 光泽度后面 关联 也就是说 光滑效果 我们同样是添加 这样的斑驳的贴图 好 下面折射 折射就不需要去更改了 因为路面它不可能是透明的材质 我们看到下方 在 贴图通道里面 分别在固有色贴图和 反射贴图 光泽度贴图后面 我们都添加了贴图 当然 我们可以去修改它的反射的强度 那么在这里呢 马路的反射并不是特别强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值降低 30 光泽度的强度也降低 30 好 我们现在再观察这个材质 表面 就已经有这个湿漉漉的效果了 我们再把贵有色的贴图呢 关联到凹凸上 当然马路的材质不会有多深的凹凸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凹凸就可以了 好 马路贴图 调整好之后 我们把 我们显示出来以后发现 这个贴图的本身呢 纹理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还要再修改 優位的坐标 把它改成 2米 或者我们的材质编辑器的 微图上面 把这个数值 加大 好 可以了 那么这个 路面湿滑的反射效果 我们是怎样观看呢 我们在反射里面添加了 这张灰白贴图以后 并没有去显示它的位置 我们显示这张贴图 大家看 这个反射 重复率非常高 那么我们 可以通过 再给它一个优位坐标 来控制它的大小 我们看 这里是 贴图的编号 这个贴图的编号 这个贴图的编号 幽位坐标下面的一个编号 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之前所用到的 马路的固有色的贴图 是一的编号 那么在反射贴图里面呢 我们回来 将它的编号改为2 再添加一个油位坐标 BOX类型 然后将它的编号改为2 好 这样就可以控制它的大小了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坐标 改成5米 好 这样的一个反射的一个程度 就已经比较合适了 如果我们显示这个固有色贴图 也可以显示出来 反射贴图的 坐标 路面贴图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 还是把它隐藏 来看一下斑马线 虽然说斑马线是白色 但是我们最好也要给它一个贴图 因为真实的情况下 斑马线的颜色 并不是一个纯白色 我们稀释出来 我们在固有色后面添加一张贴图 显示贴图 给坐标 这种 出现裂纹的斑马线 我们注意 反回来 那么它裂纹的位置 恰好是 露出我们底下 马路的位置 所以说 这个黑色的部分 我们想让它成为一个透明 在贴图的 通道里面 我们将固有色贴图 拖拽到透明贴图里面 关联 好 这样我将背景 显示出来 大家发现 其实这个黑色的部分呢 它已经 是透明了 大家记住 在贴图 在贴图通道里面 透明贴图 它所控制的是 黑色不显示 白色显示出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透明的贴图后面 添加一张黑白贴图的时候 黑色的部分 是不被显示出来的 白色的部分 才能被显示 我们将 材质的 输出的明度 输出的明度 降低一些 0.8 好 也将它隐藏 剩下的 在我们镜头前面 比较明显的 是这个露牙 我们把这个露牙呢 也给一个贴图材质 给它一个混凝土的贴图 显示 好 给一个UV 1米 返回来 将贴图 给一个 凹凸效果 展开一下 好 这个是露牙的材质 现在我们整个场景的 主要的 建筑上的材质 已经调节完了 我们看一下 周围的 草地的材质 草地的材质呢 之前已经 附上了 材贴图了 在这里呢 我们看 草地的材质 放大以后 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真实的 草地的贴图 那么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为了不让这个草地 的绿颜色 溢色出来 我们将 材质的类型 在 标准材质里面 去把它 转化成一个 微锐的包裹材质 我们添加 微锐的包裹材质 当我们转换成 包裹材质以后 它会提示我们一个窗口 是否保留 原始的材质 我们 选择保留 确定 显示这个材质 这个材质 依然存在 但是 我们进入这个 微锐包裹材质以后呢 它就会 显示它 基本参数的一个面板 上方 是固有色的 贴图 那么 底下的GI 也就是说 它映射出来的 颜色 我们在这个GI 后面呢 给它添加一个 标准材质 好 让它溢色出来的颜色 是显示这个灰色 因为它不会影响我们建筑 或者是 离草地上方比较近的物体 会产生的一个颜色溢色 好 草地的颜色也调节好了之后呢 我们整个场景的材质 已经出调完毕了 那么在出调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显示所有的场景 显示相机视图 来 进行渲染 Shift F 显示渲染区 显示渲染区 好 现在就是我们调整过材质之后呢 整个场景的这个材质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看的这个参数比较低 我们观察一下还有什么缺陷 就在某一个贴图材质上进行修改 我们发现这个路面材质颜色比较亮 所以我们在这个 路面的固有色贴图后面 去修改它的明度 好 修改个明度之后呢 我们再次进行渲染 再次进行渲染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把整张图重新渲染了 我们在渲染窗口的上方 找到 选框渲染 当出现红色的框的时候 我们利用这个框选的范围 进行渲染 那么它就只针对于我框内进行渲染 节省了渲染的时间 好效果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这个里面 入口的里面比较黑暗的一个效果的话 那么我们在后期 在进入灯光学习的时候 需要在这里面进行布光 需要在这里面进行不光 就需要在这里面进行布光 继续 感谢观看